孙主任您好 大家都知道您是在咱们国家高血压领域非常有建树的一位教授之一 特别想问问您 哪些人应该高度怀疑剂发性高血压 而剂发性高血压有一种叫做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的 应该哪些人需要特别注意 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由于我们现在检查社会的发展 所以剂发性高血压的发现率越来越高 刚才你调和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 是我们说肾上腺有了一些腺瘤 或者是肾上腺有增增 那么出现的一种高血压现象 那么这种高血压现象特别重要的是 它有一种特殊的体征就是伐力 那么伐力为什么呢 它可能是出现了低血钾 那么低血钾往往在很多的人可以出现 比如说我们吃了低调剂 血钾会低 那么有些人腹泻肠胃不好吃的不行 那么它也会低 所以当有了低血钾不一定都是源泉 但是需要我们看一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盛性排下 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的血钾是受血的 血钾低 低到3.5以下我们称之为低血钾 但是我们二次钾是尿的排泄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如果是这种二次钾尿的排泄过高的话 我们叫肾性排甲 而我们现在刚才所说的这种 由于吃零尿剂 由于它的这个吃的不好 出现了这个排甲 它血钾低 但是肾脏是不排甲的 肾脏的甲也会排泄也会减少 所以是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诊断 低血钾的病人首先要排除源泉 更要排除由于用利尿剂和饮食不好 腹泻产生的低血钾 对吧 那么一旦出现了临床上出现的是肾性排甲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个检查 就是要做我们叫全乎铜肾素 就是肾素全乎铜的比值很重要 一般的话原发性全乎铜做肾素全乎铜之后呢 会发现是高全乎铜低肾素 高全乎铜低肾素 但是也要注意啊 有一些人吃了药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吃了贝特素铜阻剂 它一直肾素 所以呢它肾素低的 那这时候出现的阳性率就是假阳性 是的 主任就像您刚说的 这个原发性全乎铜肾素 如果不想影响这个肾素血管养肾素全乎铜的话 是可以考虑吃点这个维拉帕米缓食片的 对 因为像贝特素铜阻剂 这类药是一直肾素的 像如果你要是吃了利尿剂是激动肾素的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这些药都给清洗掉 然后呢我们可以改用维拉帕米缓食片来进行治疗 这样的话病人停药之后呢 工田也会降低 是是 还有呢就是还有阿华式的阻断剂 也可以加在一起进行治疗 这样保证病人在洗脱其他药物的时候血压的安全性 其实说白了就是 如果想明确查 软发性全会成功多症 尤其是想通过肾素血管养肾素全铺铜来初步筛查的时候 要停掉其他的像迪瓶啊普利啊沙坦啊 维塔勒克啊这一类药要停两到三个星期 也就三个星期 这个时候呢这个期间怎么控制血压 就是您刚才说的 对这两个药物 对这两个药物 为了帕米缓食片啊 或者说特达做钱这一类药物 如果说这个病人不能停 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患因病 做了支架之后 他背的水手段就能停 那么或者是他有心衰 那这时候呢他用着ARB或者DI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太敢停这些药 因为这些药是这种病必须吃的 那么我们为了确诊 我们就直接做一个肾上线的 高清晰度的CT 先看看有没有瘤子 如果有瘤子 我们再说后面的一些治疗 对吧 这也是一种办法 但是一般我们不把肾上线的CT 作为一个首选 对吧 还是要考虑 因为有些人肾上线是有CT 是有瘤子 但是它是没有功能的 是的 它可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低血钾 它可以长期于这个瘤子病存 对吧 但有些人很小 他就是有功能的 是的 就会发生高血压低血钾 这样的话也可能就要去除 是的 就是其实即使是加强CT 做完了发现了线流或者结结 也得明确活性 不是说发现了就得去做手术 发现以后呢 有结结立刻做手术 这是不对的 对对对 所以发现以后就要做功能性的确诊 对吧 就要做我们叫AVS 身上线静脉的取血 看它的这个 活性 分泌的程度 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做 是的 明白了 这个今天您这么一说 大家应该对于这个 原发现全股痛 增多症这个病 有一个初步了解 感谢观看